對於可能有些是用真瓶裝甲酒 這其實也有的 但這不是台灣最多的 台灣最多的衛福部公布的是這五名 我先從最近最紅的一個東西來講 最近最紅其實是蜂蜜不純事件 因為當時周刊一調查發現 我調查了三款叫做調和蜜的東西 以前是調和蜜裡面 就是你有調一點點蜂蜜 可以叫調和蜜 就三款調和蜜都沒蜜 好吧 那再來驗純蜜好了 號稱百分百純蜜 後來兩款百分百純蜜 有一款其實裡面也摻了別的蜜 所以總共兩個裡面 只有種一個是純的 所以蜂蜜以前都說不純砍頭 我們一直告訴大家 所謂不純砍頭 砍的是蜜蜂的頭 不是賣蜂蜜的人的頭 大家不要再受騙了 所以要睜大眼睛 另外一個也是最近才公布的 就是果汁沒有果汁 這個在民國104年7月1號之後 衛生署為了根絕大家這種沒有果汁 沒有葡萄汁的葡萄汁 沒有草莓的草莓汁之後 他們公布了一個新規定 7月1號開始 這些沒有果汁的麻煩你 請你自己在下面標一個叫做無果汁 或者叫做柳城風味汁 你知道這很妙 曾經有一家非常 也不是曾經 據說這個規定公布之後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飲料廠 他們照道理裡面原來一直 本來都是蘋果風味汽水 那因為這個新聞公布之後 在104年7月1號開始 你不能再完全沒有蘋果 否則你要寫風味 他會覺得寫上風味 不就告訴大家我沒有嗎 據說他們因此改了配方 就是說加了一點點蘋果汁 這樣他們就可以不用寫無果汁了 原來米粉裡面真的沒有米 因為為什麼都是所謂的變性澱粉 就是我們用一些改良劑 或什麼樣的澱粉 吃起來以前的米粉 媽媽都說媽媽煮菜技術很差 怎麼炒米粉弄這麼小段 後來才發現 因為是媽媽以前用的米粉太純 所以炒了會小段 那接下來是前面這兩個 這是比較舊的新聞 就是他們之前針對素食塑料 現在台灣很流行塑料 結果塑料想說 哇 台灣的廠商真太棒了 塑料做的栩栩如真之外 吃起來還有那種肉的鮮味 真的太真實了 就一去市場 就去藍門什麼零售市場 一調查發現 原來可以做得這麼真實 我們是真的昏的 就發現奇怪的 你的橄欖油沒橄欖油 可是不需要豬肉的塑料裡面 居然有豬肉啊 這就是比較吊滾的地方 不是叫你不要放了嘛 那像這個豬肉混沖牛肉乾事件 其實這個國內外接染 據說國外也有馬肉的 用其他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因為我覺得其實國內外黑心接染 因為像歐盟那個案子出來的時候 不是官員也是很訝異說 我很訝異 我們現在居然我們的餐廳 必須要去驗一下花枝圈 是不是豬缸門 天啊 花枝圈跟豬缸門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睜大眼睛看 所以其實講到睜大眼睛 我也要請蘇清姐 教大家來跳一下油品 因為今天桌上有很多種油 當然家庭主婦呢 你去這種超市 看的時候 第一眼都是包裝嘛 覺得漂亮就買 或是它上面寫了健康兩個字 馬上加分 但事實上如果真的要專業的來挑 你會看什麼 他們來講 他們說看油也要學中醫 也要望聞問切 什麼叫望聞問切 第一個望就是看標示 看標示就是說 一般來講 像有一些老師會建議大家 進口的油脂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挑到 是沒有經過再分裝的 對 那沒有經過再分裝 它通常包裝是中英文 就是外文 對 它通常是中英文並列的 所以它原本是外文包裝 它會貼上一張中文 好處是你可以看看 中英文標示有沒有一致 好 這樣情況你看 那更高級的感染油 真的非常高級 它甚至會標上一個 叫做酸架的東西 因為它如果純粹是一種冷壓的過程 它沒有經過加熱 它的油脂比較不會產生酸敗 所以它的酸架會非常低 你會發現它旁邊會寫酸架 可能在零點幾以下 那就表示說它是從外國來的 然後它會有這種標示 然後你看中英文沒有分裝 但現在你也是知道 經過歐盟公佈這個研究之後 對 其實進口的不一定好 這一招就破功了 可是沒有 我在想如果進口餐50 到這邊又餐50 就只剩25 那你至少買進口有50這樣 還是多一點點 所以我忘了之外 他們會說教你說 比如說用紋的 什麼叫用紋的 其實比如說你現在很多人 都希望說很棒的橄欖油 其實很棒的橄欖油 如果你仔細打開之後 大家不要只看名字有健康 特等 特優 就是說要相信你自己的五官 你的眼睛 鼻子 嘴巴 你聞一下 你會發現那個很特等的橄欖油 它其實會有一點點像你割草之後的青草味 它有一點點青草的味道 那才是 如果你一聞奇怪 這跟我家廚房放了很久的旁邊那一盆油很像 比方可能油脂有些酸敗 或者它在處理的時候其實有些氧化 那你就不要 那吃也一樣 你吃的時候其實會有一點 如果好的橄欖油吃起來會有一點微微的 在你的舌頭上微微的辣味 一點點的辣味 而不是全部都是油膩膩的那種油耗味 那就不好的油 所以重點真的要靠你的五官 不要只看標示的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政府幫我們把標示查好 我們以後如果這個五官都不靈敏的人 至少可以看標示 但是現在只好大家多鍛鍊自己的五官 望聞問切這樣子 其實呢 好 就是說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台灣五大造假食品裡面 有豬肉混沖牛肉乾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歐洲人實在是非常的乖 你知道為什麼 那10個裡面有沒有發現沒有牛肉這wire 完全沒有 沒有 我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為什麼會大家要特別小心牛肉這wire 因為在過去很多年前的時候 調查局就已經發現到 他們用動物的DNA裡面來檢視 我們現在目前很多這種所謂的餐廳有沒有 尤其那種吃到飽的那種牛肉有沒有 其實那個都完全是豬肉 還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氣體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色素 它可以把豬肉 我們台灣人真的超厲害 可以把豬肉弄得跟牛肉口感差不多 是 所以如果說呢 現在大家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覺得說政府有沒有在把關呢 我們來看一下政府又有驚人之語了 這次衛福部的次長許明 他上個禮拜才上過媒體啦 他今天又講了什麼話 大家覺得說這衛生機關有沒有在調查呢 他說有喔 我們有在調查 什麼時候 他說大同的調和配方可能呢 因為做得太好了 我們實在查不出來 他說將脂肪酸的比例調到 與橄欖油幾乎一樣 所以感覺不是衛福部的錯 另外他也說 曾經抽驗過三次都無法查著 這樣一來 不好意思次長 那衛福部存在的目的 如果這不叫做毒質 什麼叫做毒質呢 為什麼政府機關查不出來 今天檢調單位一個洋裝裡面 觀光工廠的員工就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們要質疑的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博士 博士如果說調和油說這個比例的話 真的可以做到百分百幾乎一樣嗎 其實道高於齒磨高於障 是可以的 可以 對 例如說我們苦茶油的那個 單元不飽化脂肪酸 它的比例大概百分之八十二 橄欖油是七十幾 那砂拉油它可以想辦法去調 調到接近那個比例 但是 畢竟還是有其他的檢驗方法 例如說你用HPLC 當然是比較昂貴 其實我們也檢驗其他 有很多方法可以檢驗的 這是需要 學術單位或公家部門去 嚴格執行 所以意思就是他們沒有用力就對了 對 學衛服部可能只用了某一種方法 覺得咦 驗不到就算了 所以如果說現在這樣的情勢 不斷發生的時候 大家也會對政府很失望 我要請教一下市中哥 其實過去你外食的機率比較多 如果像這樣的事件一直發生的同時 政府沒有辦法把關 事實上在外食 現在也有很多人覺得 餐廳反而是間接的受害者 對 我看這次的這個假油事件 我看得真的是心驚驚驚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話我滿喜歡吃那種炸物 其實炸物應該是 就都用那種比較不好的油 像我也很喜歡吃生菜沙拉 生菜沙拉有些外面比較高檔的餐廳 它是直接淋這個橄欖油 我現在也開始懷疑說 這裡面是不是橄欖油也有問題 其實麻辣火鍋我也有滿常去吃的 現在對這個麻辣火鍋裡面的辣椒醬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大家也覺得非常遲疑 事實上我也很喜歡吃麻醬麵 尤其是超商的麻醬麵 有時候如果這個有空的話 我沒有時間去買的話 我都會買來吃 現在都被踢爆說這些都有問題 事實上也陸陸續續 這幾年來的一些食品安全 事實上我也學乖 其實我也滿常買回家自己煮 但是自己煮的話 我現在發現自己買回家的東西 也未必是真的 所以現在真的是 我覺得政府現在趕快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經歷過這麼多的黑心事件的話 要趕快止血 不要讓這個黑心事件 再陸陸陸續續的爆發 我覺得這樣會對整個台灣食品 也造成一個崩盤的效應 我們以後出去買 看這個食品 即使是有通過GMP的保證 你都不敢確保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而且不只是說這些廠商 我們知道外面還有很多廠商 譬如說我們在賣的這個夜市裡面 很多鹽酥雞的廠商 甚至排骨店的這個業者 其實我覺得那個也要好好查一查 不只是查這個上游的這些賣油的業者 事實上下游終端的使用業者 尤其是賣東西給我們這些人 也要好好查 不然的話台灣食品業 真的會沒有明天 陳博士剛剛 其實市聰說不能只看GMP 然後蘇清姐教我們這個 辨別橄欖油的方法 但是有有罷罷款 是不是不一樣的油品 有不一樣的這種方法來辨別 沒錯 我覺得這現在是一個 民眾最好的時間 做什麼呢 就是自利救濟 或者叫自己教育自己 其實這不管是什麼油 它都來自於種子 它應該有種子原來的味道 例如說橄欖油有橄欖的味道 花生油有花生的味道 苦茶有苦茶那個苦味 但是它都加了香精 就一樣都有味道 可以的 我們可以訓練 例如說 例如說好 你去買一罐橄欖油 你去品嘗 它這個 當然你可以用眼睛看 它會用顏色造假 你第一口的味道 它會用香料 但是第三秒鐘的那個辣嗆味 它是目前做不出來的 這是橄欖多芬那個特殊的風味 它有一個像哇沙米那個嗆味 比較微細 這個是很特別的 苦茶油它有一個微甘苦的味道 這也不容易做得出來 還有剛剛說那個辣椒油 其實辣椒油很特別 你把真正的辣椒油 跟假的辣椒油去煮的話 你發現天然的辣椒油 它很快就變色 從紅變黃 因為它是天然的成分 而且它是複方複雜的成分 那人工的話它比較持久 可能兩分半它顏色還不變黃 對 不變黃 而且那個味道也不一樣 天然的話 你也大家都聞過辣椒 它有一個辣椒的全方味的味道 但是如果是人工辣椒油 它有一個就是一個嗆味跟辣味 很死的味道 所以還是要去找一個真正的 例如說真正的果實 或者真正的油 品嘗一下這個標準版 例如說我們再講一個麻油好了 標準版的麻油它聞起來不怎麼香 所以是不怎麼香 油很香的其實是有疑慮的 如果說你這個麻油打開以後 10公尺聞到它一定是假的 真正的麻油是這樣 你遠聞不香 敬聞的時候有香味 你把它轉去炒去煮湯 哇那個香味非常濃 那如果是人工的話倒過來 人工的話老遠就聞到香味 還沒有調理之前就有這個香氣了 你真的要去煮菜做麻油雞 味道淡淡的 那這是人工的味道 好 會辨別了之後呢 很多的主婦就要開始說 怎麼樣來用 稍後我們教您如何健康又游 馬上回來 這次的油品事件爆發 大家才體認到 其實橄欖有很多 在這歐式餐廳說 可以直接喝 雖然消費者你會覺得 有一點點貴跟浪費 但事實上真的好油 其實依照不同的種類 應該有不同的調理方式 蘇清姐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其實在不同的油品上面 這烹調的煎煮炒雜 各有不同的用途 對 很多現在 很多家庭習慣說一油到底 早年就是一盆豬油在那裡 或者是一罐沙拉油在那裡 可是現在講究的是 你可能依據你的烹調需求不同 你可能要配合不同的油 第一個新的觀念 叫做用食物本身的油來料理 比如說你會發現像霸國什麼油風鴨 或什麼之類 或者現在有些所謂的真空 它是用像是氣炸鍋的東西 它主要就是說 我不要添加額外的油脂 我就用食物自己的油來料理 這是第一種 因為我們並不認為說 動物的油一定都完全不好 因為事實上 他們講求應該是一個比例上面 比如說動物的飽和脂肪酸 然後一些單元不好的飽和脂肪酸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達到一定的比例 所以你的飽和脂肪酸來源 可能就是我這個動物的肉品 本身的油脂的料理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是說 現在很多人流行說橄欖油 因為橄欖油覺得說它很棒 因為它的單元不倒核脂肪都要很多 可是事實上 台灣有一個東西比它更好 是台灣的台灣之光 就台灣的苦茶油 事實上如果以台灣